股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3号,星期天 今天有时间,我们就更新 美股的上半年,创了自1970年以来最差上半年表现,跌入了熊市 目前,纳指下跌31%,标普自下跌24%处反弹回到20%,牛熊分界线 现在的经济及股市情况很像1970年 一方面是通胀,在1970年达到了13.5% 比现在的8.5%还要高 另一方面是联储疯狂地加息,导致经济衰退,股市惨烈 在1970年上半年,标普500指数下跌了21% 但随后迅速扭转推势,在下半年上涨了26.5% 全年实现上涨 现在的情况会不会重复70年情况呢? 历史经常会重复,但不会简单地重复 没有人能够百分百远期预测股市 但是近期股市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指标来预测 虽然也不是百分百准确预测 我们靠的是技术指标 今天我们来学习RSI相对强弱指标 RSI相对强弱指标是由美国的技术分析大师 Wales Wilder提出的,也是他首创的 在1978年发表在他的《技术交易系统新思路》一书中 以前我们讲DMI趋向指标的时候 讲过DMI指标也是由Wales Wilder创造的 同样还有另外一个指标 我们以前讲过的SAR转向点指标 又叫抛物线指标,也是他发明创造的 另外还有一个ATR真实波幅指标 是我们没有讲过的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技术分析大师Wales Wilder 他本身是一个机械工程师 后转做地产开发商 然而他最出名的是他的技术分析方面的成就 他创造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四大指标 而且还有多个投资学的著作 他的主要的著作包括 《亚当理论》、《三角洲理论》、《技术交易系统新概念》 The Barrens八人周刊 将他评价为技术分析界的神 Forbes Magazine把他单独称为出版过著述的最杰出的交易者 请注意这里称为是交易者 在他归隐的时候 户头上存着近千万美元的现金 在家乡拥有大片的地产 这些都是他通过交易赚取的 我们回到RSI指标 RSI已经成为投资者应用最广泛的技术指标之一 投资的一般原理认为 投资者的买卖行为 使各种因素综合结果的反应 行情的变化最终取决于供求关系 而RSI指标正是根据供求平衡的原理 通过测量某一个期间内 股价上涨总幅度 占股价变化总幅度平均值的百分比 来评估多空力量的强弱程度 进而进行具体操作 RSI的计算就等于周期内上涨的总点数 处于周期内上涨总点数 加上周期内下跌总点数 简单明了 这个周期分为6天、14天和24天 就像移动均线EMA一样 下面我们看RSI指标的应用 这个图示是RSI曲线 应用第一点 一、RSI的不同参数曲线的使用方法 与移动平均线的法则相同 如果短周期线位于长周期曲线之上 则目前的行情属于多头市场 反之则为空头市场 类似于5日均线如果在10日、15日均线上方 则短期多头排列 第二、RSI值在0到100区间之间变化 以50为分界线 分为4个区间 50以上为强势区间 大于80为极强势区间 也是超买区间 市场回荡的几率大 RSI小于50为弱势区间 小于20则为极弱势区间 市市反弹的几率大 第三、RSI短期线低位上穿 长期限时形成金差为买入信号 就像在这里 低位金差 当RSI短期限高位下穿长期限时 形成死差为卖出信号 这一点类似KDG指标 第四、RSI上穿50分界线时为买入信号 下穿50分界线时为卖出信号 第五、从RSI的形态分析看 当RSI短期限在高位区或者低位区 出现M顶、头肩顶、W底、头肩底时 可以进行买卖操作 形态出现的位置离中轴线越远 信号的可信度就越高 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小 第六、在盘整时 如果RSI表现出一底比一底高的时候 表示多头强势就像箭头这里 是买入时机 如果RSI表现出一波顶比一波顶低的时候 表示空头强势是卖出的时机 第七个是RSI的北离 如果股价畅新高 而RSI不畅新高 表明顶背离要及时卖出 如果股价畅新低 RSI不畅新低 表明底背离则是买入的时机 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 RSI的用法 这是RSI曲线 有四个区间 50为分界线 上方是80 下方有20 50以上为强势区间 大于80为极强势区间 50以下为强势区间 小于20为极强势区间 我们看到RSI在这里 大于80 股价很快回调了 而在这里 RSI小于20 股价在这里开始反弹了 看黄箭头这里 RSI短期限 第一位上传长期限 小于50为低位 形成金叉为买入信号 而在右方 RSI短线组 高位下传长线组 形成死叉为卖出信号 在紫色线这里 RSI出现了一波顶比一波顶低 而上方的股价在横盘 这是一种背离 后面就下跌了 下面我们运用RSI DMI等其他指标 来分析几只股 首先看标普 标普的RSI 还在弱势区间 也没有背离 没有明显的涨跌信号 短期限 刚上传长期限 在这里 如果它能上传50 就为买入信号 我们再结合DMI指标 -DI这个粉色的线 位于正DI的上方 这是橘色的线 空头大于多头 ADX在这里向下反转 同时对应股价 也在这里反转 但是是向上反转的 日开线的ADX 通常会之后两天 但是四小时图的ADX 在这里反转 正好对应了股价 在这里的反转 在蓝色箭头这里 我们就知道股价要反弹了 目前是ADX在向下 表明空头减弱了 如果接下来 正DI继续向上 而负DI继续向下 多头大于空头 同时ADX如果也上扬 股价才会上涨 目前还是看震荡 看四小时图 这一组线 很接近 表明了震荡 四小时图 它就能管 三四一时二个小时 也就是两天 如果看布林线 股价也是在弱势区间 在布林中轨之下 四小时图 股价刚上穿 布林中轨 如果它能在这里 暂文中轨之上 也是买入信号 所以我们用了三个指标 RSI DMI 和布林线 得出结论 下周初会震荡 不会大涨或者大跌 有可能就像在这里 这些平台震荡 我们再看下一只股 GODA GODA的RSI呢 现在是弱势区间 在这里 一波 比一波低 短期限 在这里 二十 股价反弹了一下 在这里 在二十 RSI在这里 二十一下了 又反弹了一下 现在的RSI 也不是超卖状态 RSI在这里 已经大于三十了 也没有任何级别的背离 所以还没有止跌信号 我们看DMI指标 空头大于多头 ADX正在上扬 已经大于五十 也没有止跌信号 只有当ADX向下反转的时候 股价才会向上反转 我们再看 布林指标 也没有止跌的信号 判断一只股票 要用到多个指标 没有任何一个指标 是万能的 都要结合其他 我们再看下一只股 WIT 它的RSI 在二十以下 为超卖状态 但是这里 D9出现 它都没有能止跌 但是它的四小时图 已经出现了WD 在这里 它比它高 反弹的几率很大 再看DMI 日线图 看不到什么 它仍然是空头结构 ADX还在上扬 似乎很糟啊 但是看三小时图 它的ADX似乎被压平了 表明下跌的势头减弱 等ADX向下反转的时候 股价才会开始反弹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GIS 同用墨房 它的RSI短期限 在这里为86 属于极强超买期间 可能会回调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它的顶背离 通过这里 我们画RSI的切线 这个直线 然后股价的上涨 可以看到它的顶背离 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指标 来观察到顶背离 我们再看布林线 它的下轨在下反 表明股价快涨到头了 接近回调了 不能在这里去追了 另外我以前给这个GIS画过 将N角度线 现在发现它起到了作用 它的起点是在21年的9月份 1比1的这条线穿过这里 5月份的高点 发现股价在这里和在这里 都得到了支撑 而且现在它快要到这个区间的上线了 这也表明了回调临近 画角度线的时候 我们要选一波趋势的起始点为原点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关注和转发 有问题请留言 也祝加拿大和美国的朋友 国庆节快乐 咱们下次再见